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美联储会计要公布 这里我们来看几个要点 第一 全球范围内的通胀有所回落 与会者注意到 最近总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的下降 然而他们强调 通货膨胀率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2%的目标仍然不变 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才能确信 通货膨胀率显然正朝着委员会2%的目标买进 乐观的方面是 核心通胀率的大部分下降 预计将发生在2023年下半年 前瞻性指标显示 住房服务价格的涨幅将放缓 核心非住房服务价格和核心商品价格 预计将在2023年剩余的时间里放缓 随着供需失衡继续得到解决 预计2024年通胀将进一步缓解 到2025年 个人消费支出总价格涨幅预计为2.2% 核心通胀率预计为2.3% 第二点 美联储官员不再认为 经济将在年底前进入温和衰退 但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条件收紧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官员表示 信贷条件收紧可能会拖累经济活动 招聘活动和通胀 要知道 信贷状况是政策传导的主要方式之一 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状况依然强劲的情况下 最近对银行的调查显示 银行业信贷状况持续收紧 这也可能拖累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 与会者认为 在未来几个季度 企业将减少投资支出和招聘的步伐 以应对紧张的金融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放缓 美联储官员警告称 商业地产行业的基本面可能显著下滑 并导致信贷质量的恶化 这呼应了许多观察人士的观点 即疫情爆发后 商业地产行业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传统工作模式的永久性转变 预计2024年和2025年的增长将低于趋势水平 乐观的方面是 与会者评估称 美国银行体系是健全的 有弹性的 总体而言 大多数企业和家庭的信贷质量仍然稳固 一些与会者指出 最近房价的上涨 表明房地产行业对货布政策约束的反应可能已经鉴定 无论如何 上述各种影响的程度尚不确定 这是目前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 会议纪要没有太多关于量化紧缩的讨论 不过许多与会者指出 当委员会最终开始降息时 并不需要结束缩减资产负债表 这个和之前报外的说法一致 也就是说 即使在开始降息之后 仍有可能继续收缩资产负债表 机构分析 美联储7月政策会议记录显示 只有少数官员赞成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保持利率稳定 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 通胀风险可能要求进一步收紧政策 未议纪要公布以后 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 甚至接近周二的高点 美联储喉舍Nick John文称 纪要显示 大多数美联储官员上个月支持加息 但一些人担心可能会将利率提高得过高 凸显出美联储对进一步加息的谨慎态度 数据显示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投资者 预计美联储今年还有可能再次加息 但只有10%的机会 是在下个月发生加息 从技术面来看 标普指数自三月份以来 首次收于五市均线下方 打破了近三年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这可能预示着下级股市抛售尚未结束 自七月下旬以来 股市一直在下滑 分析师将其归咎于一系列基本面 和技术面因素的结合 其中包括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令股市估值承压 以及美元的走强 自八月初以来 随着股市走低 一些中期动量指标已经恶化 这一修正阶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历史上的季节性趋势 可能会使股市在九月底继续承压 这一点尤其值得大家关注 道琼斯数据显示 自1928年以来 九月份一直是标普指数表现最差的月份 平均跌幅超过1.1% 与此同时 从历史上来看 八月份的指数表现一般 平均涨幅为0.67% 是表现第五差的月份 就在美股上涨出现停止迹象之际 统计显示 超短期进行交易已经飙升至历史新高 随着衍生品越来越成为短期博弈的工具 一些机构担心 面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 经济衰退阴影等风险因素 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 未抛售电力基础 现一波波动风险获在酝酿中 来看股市 从指数情况来看 标普指数下一个关键支撑位是4325点附近 而4200是强支撑 4100点将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如果跌破 风险师将不得不重新评估继续走势 不过我们认为还是涨多了需要消化 市场估值过高 希望能够消除市场的一些泡沫 为第四季度创造不错的买入机会 高盛表示 8月份美国股市令人失望的走势 可能只是短期现象 而不是长期趋势 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 高盛重生了其观点 即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 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只有20% 并表示美联储正在接近梦想中的软着陆情景 这将有助于股市反弹 这里关键还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指标 目前这个全球资产定价之锚 建置确定高位 这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因素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姆斯 压住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走高 料未来十年平均达4.75% 萨姆斯告解说 近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走高 或远超过去20年的水平 他解释说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 将受到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预计 美国国债将继续受到波动性加剧的影响 因为经济不确定性 可能会改变美联储的政策路径 或使其将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时间 远远超出交易员目前的预期 也就是说 目前长期美债收益率的上涨 是由美联储发出的鹰派性息所推动的 例如最新今年票委 明尼阿波罗斯联制主席卡什卡历成 尚未准备好宣称加息进程已经完成 距离降息还很远 并提倡大幅加强银行业资本金的监管 加深地区银行股的跌势 美联储保持鹰派立场 这导致不确定性很高 这种不确定性加上联邦政府 应对不断增加的赤字而增发新债 给债权市场带来了压力 随着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 市场焦点发生了变化 官员们争论的焦点 正从多高切到多久 也就是利率需要升至多高 转向了利率应该在高位保持多久 最近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暴露了内部分歧 费城联储主席哈克等人表示 官员们可以一段时间保持利率不变 而包括美联储理事豹曼在内的其他人 则表示需要进一步生息 喀什卡历则表示 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观察 刚刚公布的美联储七月会议即要公布 则更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政策制定者的意见不一 这里的好处是 在通胀持续减速的情况下 官员们办以维持利率高位多久的讨论 可能有助于他们抑制降息预期 并能继续对经济施加下行压力 如果他们愿意 通过这种方式收紧金融环境的空间还很大 相关评论称 他们可能在本月24日至26日 举行的吉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官员会议上 解决这个问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会议开幕时发表讲话 市场肯定会从中寻找美联储 在2023年胜利的三次会议上 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的暗示 最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欧洲 最近欧洲天然气暴涨再成常态 由于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公司 与工人之间的劳资纠纷尚未解决 如果最终工人决定罢工 可能会扰乱全球的液化天然气供应 澳大利亚现在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超过了卡塔尔和美国 罢工可能会使全球多达10%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面临中断的风险 尽管欧洲很少购买澳大利亚天然气 但是欧盟需要与亚洲国家竞争替代的液化天然气 就价格表现来看 最近欧洲天然气价格 似乎再度回到了一年前大涨大跌的剧烈波动之中 尽管当前欧洲的天然气库存 远高于这个季节的正常水平 尽管冬季天然气供应充足 但是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仍然是美国的四倍 比疫情前高出了一倍 而且该地区很容易受到挪威等主要生产国 夏季维护计划可能延迟的影响 能源贸易商还预计 南欧、德国和法国气温继续上升 这可能会导致智能需求激增 欧洲存储的天然气消耗加快 随着能源再度拉响警报 债券交易员们担心 欧洲央行更加坚定捍卫鹰派立场 以遏制物价上涨的风险 目前对欧美央行在更长时间内 维持高利率的预期持续升温 市场认为 欧洲央行年底达到3.95%的利率峰值 是7月中信以来最高的预期水平 并下调对明年欧央行降息幅度的亚洲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美联储阴魂难散 美联储承诺的目标存在上行和下行风险 重要的是 平衡紧缩过度和紧缩不足这两方面的风险 市场需要的是确定性 而目前的这种不确定性趋势延续下去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同时 第二季度财报季进入了尾声 标普指数的业绩喜有参半 尽管热热增速 降至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企业利润超出风险市预期的幅度 为近两年来最大 这是美股最大的底气 也是长期多头的底气 多空开始短兵相接了 气氛热烈起来了 那就祝大家操作顺利吧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